嗨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2022年任乙年倒数10天 疫情最暗黑的日子恐将到来了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每天的疫情不断的继续扩大跟升温 还有人今天还爆出了 昨天跟今天都爆出了 死亡以后才验出是阳性 所以这中间的黑数到底有多少呢 那你说这个人如果他是住在医院里面 也没有打过针 那代表医院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人染疫呢 那这个情况是在家户病房 还是在一般的病房 如果在一般的病房 这扩散率到底多少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继续看下去 来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了 国内疫情通报 2022年5月6号 全台累计确诊数到达268,569人 累计确诊今天 昨天今天公布的数字是昨天的 36,168很惊悚吧 昨天是30,000出头 一天增加6,000多人了 昨天增加5,000多人 前天增加5,000多人 两天增加1万多人 境外一路45人死亡增加2倍 昨天死5个人 前天15个人再前天也是5个 今天已经死亡10个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这死亡人数呢是攀升的 来 虽然不是那种很惊悚的数字 但是未来恐怕就是20 30 接下来要小心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5月1号到5月6号呢 6天累计本土15万2462人 看到了没有 光6天累计15万多 攀升速度飞快 隐藏黑素还有胃爆蛋 大家千万别拿健康开玩笑 这样子你看到没有 好像在走天梯一样 这个还这样子 这个就飞得很快 这边就慢一点 然后又来了 所以呢代表说 走在路上的或者在很多店家 甚至很多在餐厅饭店 只要是你要把口罩摘下来的地方 恐怕黑素还更多 那另外呢就是牙医师 牙医师一定要摘口罩 对不对 然后呢健康检查也要摘口罩 这很可怕 这如果要摘口罩的地方 是吃饭的地方 还有呢喝果汁的地方 还有呢现在还没有说电影不能看 那很多人带着东西进电影院吃饭 来吃东西 比如说爆米花啊果汁啊 对不对 那另外的话呢在餐厅更是 人给人的用餐 还有呢很多公司行号里面呢也都有了 所以呢现在呢很多在做居隔当中 那轮番上证的上班方式的 有很多公司呢居然呢 就有人染疫就是开始呢 其他人也会跟着染 所以你如果有咳嗽就要小心了 好不好他会干咳 那天有个朋友跟我讲说他有咳嗽 我就说你要去看医生 然后要不然的话你赶快去做快筛 他说不会啦我不会染疫 结果你看他染疫了全家全部染疫了 我就有这种敏感度 其实我希望大家有敏感度好不好 如果你有比较快的敏感度 你可能是轻症患者 如果你没有敏感度 你可能变成中症患者 或者重症患者 不要说年轻 现在死亡度是三十几岁二十几岁 还有一两岁两三岁的 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所以要把小孩照顾好 来真的不要拿健康开玩笑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2022年1月1号到4月16号 本土案例供八九十六例 然后呢中症患者呢 到现在为止看到了没有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数据我们就不报了好不好 因为Kotinaki的这个数据 其实基本上的话 你看到没有 十多岁有一人 然后呢这个重症的 你看未满五岁有 八十多岁有 然后九十多岁有 对不对 其中两人死亡 其实不止了 死亡一天就十个人了 这个数据都不准确了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数据都不是准确的 他是说写到4月16号 那4月16号以后的数据 就不是这样的数据了 对不对 今天是5月6号 所以4月就有半个月了 看到了没有 那到今天已经20天 所以这个数据是不正确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好 已经没有了 好 那我们先讲一下 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要特别注意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黑素是真的很多 黑素非常之多 多到让你一定是无法想象的 我有很多那种年纪大的朋友呢 告诉我说他不怕 我说你不怕等你染疫了 你就知道你怕不怕 尤其年纪大的七十几岁的朋友 八十几岁的朋友 真的要小心 很多人他有那种三高 或者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疾病的人 还要到处爬爬爬 那很多人喜欢去医院 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每天都要去医院干什么 我都不知道 现在呢 有很多医院被挤爆 就是呢 比如说中症患者跟重症患者 他们一定要到医院去 那轻症的人呢 也要到医院去排队 抗急诊 我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要特别注意跟小心 希望大家呢 真的要小心 好 我建议大家就是要增强免疫力 第一个增强免疫力 要多喝 多吃维他命C的东西 维他命C当然包括像柑橘类的 柠檬 还有香蕉 现在有很多的医学文献报告说 香蕉是有助于呢 他里面的这些都有助于 我们在COD19的这个症状当中呢 可以减除很多的焦虑啦 还有一些那个 因为香蕉有甜分嘛 他可以减除一些焦虑症 还有他有很多的营养素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多喝茶 绿茶最好 台湾的茶是非常有名的 多喝绿茶 那第一泡一定要洗掉好不好 因为绿茶呢 因为他有些高山的茶 还是会喷洒一些农药 所以我希望大家第一泡一定要先泡掉 用滚烫的开水先泡掉 然后我像我每天现在都会喝茶 跟喝柠檬水 那我觉得清肠味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呼吸道就是我们的喉咙 可以去买一些这种保健的 就是喉咙保健的东西 让我们的喉咙可以润喉的 因为你喉咙呢 没有一些黏液的话呢 潤喉以后呢 你比较不容易有细菌感染 潤喉糖很重要 所以呢潤喉 像我们呢 讲话讲很多对不对 像我现在前一阵子声音撒 这阵子声音就比较好了 我说天天四颗潤喉糖 早上两颗下午两颗 那这潤喉糖带点苦味 比较小的 我没有替这个做广告 我只是说你可以买这种小的 又大的圆的 那你可以吃潤喉糖 清肺 有清冠一号清肺中药材 现在当然价钱不一啦 也有一百一百五两百不等 又更贵一点的 那看你的药材是什么 清冠一号这些都蛮好的 那多吃多吃这些东西 那另外的话呢 洋葱鸡蛋都非常好 但是最近呢 像中国大陆的禽流感非常严重 那美国有爆禽流感 台湾之前呢 大概在前两个月有爆禽流感 还好现在我们还没有缺氮 有前阵子缺氮缺的也严重 所以鸡蛋是最好的营养素 鸡蛋白煮蛋都很好 炒蛋也可以番茄 有茄红素 尤其对女性很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多吃芹菜 菠菜 菠菜 这些可以补血的 芹菜 可以润喉清肺的 就是你要多吃润喉清肺 清肠味的这些东西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 一定要吃比较清淡一点 肉类少吃一点 其实呢肉类讲句真的 尤其是红肉少吃一点 那鱼的话呢用蒸的 那如果你平常呢 有喝姜茶的习惯 你可以煮姜茶 但是不要太甜 也很多老年人或者年轻人 喜欢喝很甜 甜不好 尤其给小孩子喝甜的东西 对他这个会影响他的智力 跟记忆力 不会念书喜欢跟吃甜食有关系 所以呢太咸太甜都不好 希望大家不要吃太咸 也不要吃太多盐分 太咸的话就会累积 这个变成肥胖基因 太甜也一样 那面包类的话 尽量吃五谷杂粮类的 像我就是吃那种五谷杂粮的米饭 我比较不吃白米饭 所以你看我年纪这么大的 我还是很健康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我有照顾自己的身体 希望大家呢 多照顾自己的身体 我们健康没有办法靠医生 你不要赚了一大堆的钱 然后呢去照顾医生 真的 养自己 照顾自己 不要把钱拿去养医生 我真的建议大家 然后呢清肺清血 清血也很重要 你的血液循环为什么不好 你喜欢吃肉啊 变成酸性的啊 对不对 那肉类太多 喝那个汤喔 哇很好啊 当然啊吃肉大坏大坏吃啊 为什么容易痛风呢 有很多喜欢人很多喝很多啤酒 啤酒容易痛风 如果喝一点点那种小杯的高粱酒啊 还可以杀菌 那喝一点SO也可以 那我倒觉得呢 喝酒就不能开车 你晚上要睡觉之前喝一小杯是可以的 如果跟朋友聚餐 你如果开车千万不可以喝酒 好不好 很多人酒驾以后呢 就是吊销执照啦 现在划很重喔 而且要去 去上法院喔 真的没有必要喔 而且呢你知道 把自己的生命拿来开玩笑 真的不好 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多吃这些呢 对自己有帮助的食物 相信呢 你的健康会越来越好 然后呢 时间拉长一点 就吃饭的时间拉长一点 少量多餐没有关系 不要一餐吃的那个肚子鼓起来 好像那个大腹便便 好像怀孕了五六个月七八个月 我常常跟家人讲说 你们东西不要吃一次吃这么多 其实我以前也有很多坏习惯 我喜欢看电视的时候一面吃零食 我也好喜欢吃零食 饼干啊 零食啊 什么都吃 结果呢 无形中就一直胖胖胖胖胖 从48公斤 50公斤 52公斤 54 56 哇吓死了 跳到57公斤你想想看 胖了快10公斤 我现在又开始减肥减下来 然后时间拉长 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 好我们不能靠医生 我们靠自己好不好 然后呢也不要造成医药量能 医学量能的不足 不要找医生跟护士的麻烦 他们真的很辛苦很可怜真的 每天都接触病毒 每天都接触病人很可怜真的 如果你家里有这样的 真是白衣天使啊 还有那个医生是 真的是没有医生真的不行 对医生客气一点 对他们好一点真的 没有他们我们怎么活下去 是不是 还有人去骂医生 还有人去打医生 真的太不像话了 好我们要感谢这些医护人员 感谢第一线的这些 市长们 你们在第一线真的辛苦了 然后呢我们呢 大家好好的一起努力来做防疫哦 那我预言呢这一个十天内大概就上看了六十万人 现在是二十几万人啊 二六万八千多人啊 那十天以后呢可能上看六十万人 因为黑数太多了 那如果大家希望我的预言不准 最少五十万到六十万 希望大家要特别小心 真的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 染疫以后一点都不好玩 而且还有后遗症 不是跟感冒好了就好了 我告诉各位哦 还会干咳 可能还会味觉失去味觉 还会失去嗅觉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阿弥陀佛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谢谢你们 还要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拜拜 我的名字 我会拍摄 赞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